纽约安装监控器 收取15元拥堵费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NTA已在纽约多条高速公路上开始安装监控器 准备于今年5月开始监测一项具有争议的15美元拥堵费 该费用适用于进入曼哈顿中城商业区60街以南地区的车辆 有消息人士指出 监控器设备的安装可能是一个借口 NTA日后可以扩大收费范围至目前免费的州级高速公路 据悉 NTA已在罗斯湖东河驱动到25街的一个人行天桥上安装牌照阅读器 用以记录进入或经过收费区的车辆 同类设备也被安装在西区高速公路上 根据州法规定 这两条高速公路目前免于收费 一名消息人士认为 这是NTA的耳诱换转计划 他说 我敢打赌 一年后 NTA就会向州议会说他们需要更多资金 而扩大收费区至罗斯湖东河驱动到和西区高速公路 是最好的获取资金方式 毕竟设备已经安装就绪 只需立法批准 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进账 在市场负责管理罗斯福东河驱动到的州交通部门 和市交通部门均指责对方应对监控器设备安装的批准负责 市议员乔波雷利·周波莱利则讽刺道 NTA在设法剥削司机时变得如间谍机构一般高效 但在防止地铁闯闸方面却毫无作为 他也担心NTA日后会向州议会争取扩大收费区 因为立法机构曾在试点计划期间扩大了市内的速度照相器范围 前州长安德鲁·科默与民主党主导的州众议院和参议院 在2019年通过了拥堵费计划 授权NTA实施 现任州长凯西·霍·楚尔支持该计划 预计每年可以为NTA带来10亿美元收入 用于地铁、通勤铁路和公车系统的升级项目融资 据NTA表示 监控器将用于识别在罗斯福东和驱动道等免费道路上行驶的车辆 他们称其为验证点 可以确认车辆是否留在免费道路上 或进入中城商业区收费范围 不过 市郊居民、外围区居民以及新泽西居民 以及代表市政工人的工会 都反对进入曼哈顿中城或下城需支付更高通行费的计划 在竞选连任期间 更多立法者也开始反对新的15美元收费方案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